这是目前最好看、最火爆的中世纪文明模拟 100名MC顶尖玩家被分成三支队伍 投放在这个巨大地图之上 每支队伍都具有独特的种族能力 他们要建立自己的 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例如瘟疫 大规模受人入侵 游戏处于硬核模式 每个玩家只有一条生命 游戏开始 三个种族都在他们自己独特的地区诞生 冰山上的矮人 森林里的精灵 还有平原上的巨人 为了生存下去 所有文明开始寻找食物来源 矮人文明的处境非常艰难 因为他们身处严寒地区 不适合种植农物 好在他们附近还有一些迅路 矮人文明把迅路当作交通工具 没过多久 他们就找到一个古老的矮人洞穴 在洞穴内有着一个地下农场和很多矿石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 矮人文明发现了只属于他们的独特食物 他们能够吃铁和煤 而且搞的攻击比键还高 挖矿自带幸运 另外 他们身高矮小 只有一格方块高 接下来是精灵文明 他们开局周围就有很多动物 精灵文明计划 将这些动物作为前期的食物来源 但很快 他们就意识到 他们拥有的能力只能吃素 可以增加弓箭的伤害 还可以使用魔法的能力 精灵们需要快速找到前期 可以过度的食物 在收集了一些基本工具后 他们开始探索着 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精灵图书馆 和一座瞭望塔 箱子里有着一些装备 副魔术和魔法棒 魔法棒可以快速催熟植物 利用这个精灵族 解决了前期食物的问题 最后是巨人文明 在出生点不远处 他们找到了一片很大的麦田 看似他们获得了大量的食物 但他们的能力 却只能吃肉 增加生命值和攻击伤害 身高三个方块 但不能游泳 只能吃肉 使得一大片麦田 变得毫无用处 在骨仓里还有几只动物 他们开始繁殖动物 一些玩家开始探索这里 他们来到了一处贸易战 这里可以用小麦交易牛肉 为巨人文明提供了前期的食物来源 随着第一天的结束 各个文明都在采矿收集资源 矮人文明在矿洞充分发挥了身高矮小的好处 而巨人这边就没有那么好运 巨大的体型让他们非常不便 而且不能游泳水下矿洞也无法探索 每个文明都在平稳发育 直到太阳缓缓下山 第一个中世纪事件开始了 瘟疫事件 每个文明都会有一名幸运玩家被瘟疫感染 而且还会不断感染周围五格之内的玩家 精灵文明一个叫Ming West的玩家 不幸被瘟疫感染 瘟疫迅速传播 感染了农场附近的精灵 一位名叫是新者的玩家 开始疏散精灵族 让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由于瘟疫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玩家们并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瘟疫感染 很快瘟疫就感染了大部分的陆地精灵 来到矮人文明这边 一位名叫Chandor的玩家被瘟疫感染 并很快传播到路过的另一名玩家 以此类推 整个矿洞的玩家都被感染 很快一位矮人玩家提议可以使用牛奶 之后矮人文明将被感染的玩家隔离在洞穴之内 来到巨人文明这边 感染者已被隔离在贸易战内 瘟疫对他们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玩家死于瘟疫 所有玩家都在继续发展瘟疫 但随着夜色渐深 玩家们遇到了第二件文明事件 兽人入侵 中世纪世界的第四种族 一名兽人闯入被隔离起来的矮人洞穴之内 好在矮人们团结一致 迅速开始反击兽人并很快将其消灭 与此同时 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兽人入侵 各个种族都损失了一些玩家 随着瘟疫事件的结束 世界边界开始扩张 现在玩家们可以探索整张地图 另外 每个文明都将得到一个古文明遗迹地图 在遗迹内有着大量有用的战利品 比如钻石 附魔书 以及大量的食物等等 巨人族这边 已经拿到了古文明遗迹地图 西沃带着一支七人小队 开始前往远迹 在入口处 他们遇到了一支巨大的兽人首领 好在他的速度很慢 西沃他们躲开巨人 开始迅速搜刮这里 来到精灵文明这边 他们之间发生了内部 吴迹跟奇遇在公平开始辱骂世新者并 对他发起攻击 他们非常不满是新者的和平领导方式 之后拿到遗迹坐标 两支队伍同时前往古文明遗迹 吴迹跟奇遇从顶部先一步到达这里 很顺利就拿走了遗迹中丰富的战利品 途中没有发现任何兽人 但是新者他们就没有这么好运 在陆地他们被大批兽人围攻 来到矮人文明这边 一位名叫Squid Kid的玩家 带领一支五人小队 开始前往古文明遗迹 他们顺利来到这里 迅速开始搜刮物品 拿到了一些钻石 金苹果 附魔书 还有一些铁块 搜刮完后 矮人小队就开始返回基地 与此同时 在矿洞内受人发起了攻击 每个文明都在面临许多危险 矮人文明 决定组建一个秘密特写部队 为将来的战争 提前做好准备 矮人种族选出了 七名PVP最优秀的玩家 已由于老哥为队长 精灵文明这边 建造了精美的森林小镇 还有一个附魔台 来到巨人王国这边 眼睛刚刚挖矿 回到地面 巨人族这边非常混乱 他们急需一个 拥有绝对实力的领导者 眼睛提议自己 但大多数人都选择跟随西沃 很快下一个事件来临 宝藏山事件 在中世纪的中心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峰 这里有着通往古老矮人遗迹的大门 在里面有着非常丰厚的资源 大量钻石 石物 甚至还有附魔金苹果 每个文明都在全速前往这里 这也是三大种族的第一次会面 由于队长带领矮人固队 在途中发现了一些训物 利用训路和传矮人文明 离宝藏越来越近 与此同时 精灵族的奇遇也带着部队朝宝藏出发 矮人军队率先抵达这里 他们团结一致 开始搜刮宝藏 在宝藏的中心区域 还有着兽人大军看守 但矮人他们并不畏惧这些 他们商议尽快采集链石 并撤离这里 就当矮人正跟兽人军团 发起争斗的时候 巨人军队抵达了这里 他们即刻对矮人 发起猛烈的进攻 巨人庞大的体型和力量 让矮人不得不撤离这里 好在矮人他们也不是无功而返 在巨人抵达这里之前 他们就已收集到大量钻石 现在中心区域由巨人接管 与此同时 奇遇带领的精灵部队也到达这里 精灵一族即刻对巨人他们 发起远程攻击 但此刻的精灵族并不知道 巨人不仅装备要比他们好的要多 而且血量也多出他们的一倍 随着中心区的宝藏被逐渐挖空 双方都返回了各自的基地 回去之后的眼睛 开始质疑询问自己的队友 都去了谈 原来巨人族的很多成员 都没有去搜刮中间的宝藏 而是在地下计划一场秘密谋杀 他们中的大多数玩家都不喜欢眼睛 于是他们决定将眼睛做掉 他们打算先建立一座王座 然后再假意推选眼睛为博王 在他登上王座的那一刻 就启动陷阱将眼睛直接摔死 来到矮人文明这边 他们已经顺利回到基地 这是一个幼年哥布林商人 他不会主动攻击玩家 而且你还可以跟他 交易很多稀有道具 例如钻石 墨蚁 珍珠等等 很快下一个文明事件开始 王国建设 每个文明要建造属于 他们的中世纪王国 管理员会根据王国的建设 进行投票选出谁是最佳建筑 分数最高的文明 将获得最好的空头不几 因此 每个文明都开始工作 并建设王国 就当所有玩家 都在建立中世纪城镇之时 一名巨人玩家 达禄来到了精灵基地 管理员判处他死刑 来到矮人王国这里 他们为哥布林交易员 建造了一座房子 和他给了简单的名字 Grog the Destroyer 所以我们决定 成为他我们的王国 那是个习惯 我确实没有办法 与此同时 由西沃带领的巨人小队 正在建造王座 我们将决定的眼睛 我几乎能够可以做 就当西沃他们 正在谈论 做掉眼睛的时候 眼睛大摇大摆 朝这边走来 我准备 要令你将看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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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油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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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 就这样刺杀眼睛的计划 彻底落空 很快 下一次世界事件开始 全球降温 整个世界开始下起暴雪 所有玩家需要烤火取暖 不然就会在这场大雪中被薄火冻死 矮人文明这边大家都在陆地 所有族人团结一致在篝火旁唱歌取暖 期间 他们还顺手解决了兽人的袭击 来到巨人文明这边 他们的篝火刚被点燃就被恶意扑灭 精灵王国这边是新者 帮助大批精灵玩家安全度过雪灾 毋庸置疑成为了第一王位继承人 很快下一个世界事情发生 选举国王 每个文明都要选举一名国王 作为奖励 每个国王可以拥有双倍血量 一个带有翘齿的下界合金甲 一个保护武的王冠 以及一个强大的座器 选举一位合格的国王 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兴衰 精灵文明这边有人立了一处墓碑 上面写着是新者的名字 不用明说大家也知道 是吴迪跟齐玉干的 吴迪跟齐玉对视新者的和平态度 愈发不满 齐玉想通过战争 来扩大精灵王国的土地 另一边 巨人族的眼睛开始私信齐玉 表示自己愿意背叛巨人 加入他的队伍 齐玉告诉眼睛 要他帮忙做掉视新者 双方达成交易 在眼睛正式离开之前 他打算做掉西卧 现在的巨人文明非常混乱 但眼睛并不在 因为他受够了这样的环境 在经过漫长的旅程之后 眼睛来到精灵森林 见到了之前秘密联系的齐玉 他们开始商议 干掉目前精灵文明 最受欢迎的视新者 就这样 齐玉带着眼睛 秘密来到了精灵城镇 这一举动 也将彻底改变精灵族的未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大对手 视新者被瞬间秒杀 这种公然挑衅的行为 引起了精灵族的强烈不满 而齐玉这边 则是不断为眼睛变解 现在目已成舟 精灵们最终还是接受了现实 在齐玉的说服下 眼睛也被接纳成了新的成员 精灵族的新时代 也随之开启 现在是时候给每个文明的 建设成果打分了 矮人文明这边 建造了一个小型冬季房屋 和一个兽人牢笼 还特意给哥布林商人 建了一个小家 这边也有一些其他建筑 最终管理员给出了19分 再看精灵王国这边 尽管他们的政治局势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他们仍然建立了 一个美丽的城镇 各种由魔法墓和红墓制成的房屋 瞭望塔 还有一个镇中心 管理员给出了21分的高分 最后是非常混乱的巨人王国 他们的建筑可以说是惨不忍 他们还为那位适适的西卧 建了一座坟墓 管理员给出了13的 本场最低坟 每个文明都会收到 自己的空头补给 精灵王国这边 得到了投石车和母炮 目前他们的军事力量 已经大大超越了其他文明 除了这些之外 还获得了大量钻石 以及一些下界合金 当然作为新成员的眼睛 也会分到一杯羹 而且他们已经拿到了 巨人种族的准确坐标 在发动入侵之前 唯一剩下的一步 就是选举国王 选举从矮人部落开始 玩家们聚集在演讲台周围 开始进行民主选举 经过民主投票之后 由于老哥以一票之差 输给了米蒂 米蒂成为了矮人女王 她是一位女性矮人 来到巨人族这边 他们是最为混乱的文明 在眼睛击杀西沃叛逃精灵族之后 他们没有出现 另外可以服众的人选 玩家们为了王位 开始互相攻击 在经过几轮的争斗之后 一个名叫做英鲁的巨人 被选为了国王 巨人族国王的坐骑 是一只霸气的红龙 是三个坐骑中 唯一有飞行能力的 最后是精灵族这边 精灵们聚集在一起 开始选举他们的国王 由于在之前暗杀弑星者的行动中 无敌假装没有参与其中 让玩家们误以为 他是一个和平且有实力的玩家 于是无敌顺其自然 成为了精灵族的国王 而他的坐骑是一只海阔鱼 可以在陆地和水面行走 精灵王还获得了极其强大的攻击法术 向目标释放一束光 造成巨大的爆炸 这比现有的魔法导弹更加强大 选举事件过后 精灵一族全体出动 朝巨人王国赶去 他们气势汹汹穿过森林 绕过大湖 终于来到巨人王国附近 此时 眼睛告诉精灵们 穿过前面的铜铃 就到达巨人基地了 精灵们重新集结后 开始向那片森林冲去 外围的巨人很快就发现了入侵的精灵 他们立即把消息传回了基地 但是近一半的巨人 这时还在地下收集矿 精灵大军气势汹汹 冲进了王国的中心 并开始对这里的巨人发起攻击 寡不敌众的巨人 只能纷纷四散而逃 巨人们惊慌失措 很快一名巨人就被精灵击杀 而剩下的巨人 逃离到分散的平原之上 之后 无敌奇遇和眼睛 把目标锁定在巨人王英武身上 他们把巨人王逼进了茂密的树林之中 这样还可以防止他坐着红龙飞 在三人的围攻之下 巨人王很快就被精灵淘汰 此战精灵族大获全胜 巨人族失去了六名玩家 而精灵族却无一人阵亡 而且 他们还捕获了巨人族的巨龙 来到矮人王国这里 他们注意到巨人此刻正被精灵屠杀 所以 他们也当机立断 决定全军压境 断了精灵的后路 矮人族一路长途跋涉 开始前往巨人国 在穿过一片红树林后 矮人们发现了一群 正在准备撤离的精灵战士 矮人没有丝毫犹豫 对精灵发动了进攻 猝不及防的精灵战士 很快就被消灭 矮人一族的这次袭击 非常有效 他们成功削减了精灵族的势力 而就在此刻精灵他们在矿洞 又与巨人他们发起了一场战争 这次的巨人决定背水一战 与精灵他们殊死一搏 最后在矿洞内 巨人被精灵尽数消灭 而精灵这边也损失惨重 战斗过后 精灵一族开始总结 虽然这次他们大胜一场 但矮人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巨人和他们的总和 这时 精灵他们开始意识到 事情非常严重 而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与剩余的巨人合作 一起共同消灭矮人 于是精灵王奇遇骑着巨龙 在宫中飞行 寻找剩余的巨人 在世界的边缘处 精灵王找到了残存的巨人成员 他向巨人发出组建联盟的邀请 而残余的巨人们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提议 于是双方的联盟正式成立 就在这个时候 服务器的最后一个事件出现 下界合金宝箱事件 在宝藏山的中央 出现了一个顶级宝箱 里面有着大量的下界合金装备 和附魔书 一旦有人拿到了这些战利品 那么他所在的军队 就会势不可的 合金装备的消息一出 所有玩家开始飞奔过去 虽然此时矮人他们离得较近 但双方几乎同时到达这 矮人女王带领着军队 到达了宝藏大厅 而精灵王此刻 却骑着巨龙降落在宝箱一旁 他大摇大摆地 拿走了所有的战利品 矮人女王没有丝毫犹豫 让大军在分享装备之前 对他们发动攻击 此战过后 联盟军的数量从25降到了14 他们在防守反击中 也消灭了8个矮人 矮人的数量来到21人 虽然此时联盟军只有14人 但是剩下的都是联盟军的精英 无敌奇遇跟眼睛都身穿下界盔甲 矮人现在唯一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 就是撤到基地 之后 矮人女王他们开始建立防御 他们在基地的入口 建造了一个巨大的TNT陷阱 并在城墙上放置投掷车和弩炮 还在地下建造了很多逃生通道 此刻联盟军分完装备朝这边赶来 他们长途跋涉 穿过冰封山脉 来到了矮人的基地门前 双方见面直接展开火拼 无敌利用飞行优势接连消灭了两个矮人 而地面的联盟军 也在不断使用投石器火力压制 眼下联盟军他们步步逼近 矮人他们无法坚守 纷纷逃进隧道 并点燃了TNT陷阱 没有逃进隧道的矮人 都遭到了联盟军的屠杀 不仅如此 杀疯了的联盟军 直接爬进了矮人们的逃生洞穴 殊不知这个举动 将会葬送他们获胜的大好机会 此刻联盟军的数量已经超过矮人 而大部分联盟军都被引到了矿洞深处 这也是矮人逆转局势的绝佳机会 在狭窄的地下矮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特长 在矿洞巨人 他们行动十分受限 矮人则通过小巧的体型和极快的挖掘速度 不断给他们修脚 在地道战联盟军损失惨重 而矮人这边女王为了掩护族人 也死在了奇遇眼睛之上 之后矮人他们抓住了洛丹的眼睛 在几人的围攻之下 眼睛很快阵亡 想要搭到的苏皮也被犹豫一箭射想 落地之后 苏皮被矮人围攻 现在就只剩最后一名敌人 精灵族的无敌 他从高空飞下 想要打矮人一个措手不及 但还是被矮人发现拦截 最后被围攻而死 就这样 矮人获得了本次文明的胜利 将一百名我的世界玩家放置在自由战场中 并将他们分成三个团队 在这里 他们能够使用各种现代武器 看看哪一个团队 能够伏击敌人的基地 并偷走他们的旗帜 成为最后一个站着的团队 游戏开始 他们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 武器繁多的军营棚 以便他们分配武器弹药 首先是我带领的SPEC SNES部队 我们出生在山脚下 并很快发现了这里的军营 接下来是SPEC团队 他们出生在一片丛林里面 和我们一样 他们出生之后也迅速装备武器 并尽可能多地装备自己 SPEC团队中的一名玩家 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哨塔 于是忍不住前去查看 但是他并不知道每个哨塔 都会有着敌对NPC 这些强大的NPC 会攻击每个试图接近这里的人 等这名玩家发现时已经晚了 他成了这个游戏送出一醒的人 他的队友听到枪声后 赶到这里将NPC一并消灭 在之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M4A1和大量弹药 最后是SWAT团队 他们采取了一种有趣的方式 来分配资源 他们的领队 会一次放入一个玩家进入军营 以确保每个人的物资 是平均分配的 但是一些不老实的玩家 就想着多拿一点物资 这样的分配方式比较浪费时间 这给其他团队带来了优势 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 来收集其他资源 并建立农场来养活自己的团队 我所在的团队的一部分人 开始进入地下 收集原石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军营周围 筑起一堵枪 这是安营扎寨必不可少的一步 换到SPAC团队 他们攻下哨塔之后 决定在这附近建立永久基地 这两支队伍开始建立他们的基地 SWAT团队进度则远远落后 他们还在慢悠悠地分配盔甲和武器 大约20分钟之后 我所在的SPACNAS团队 就完成了一个小型农场 并筑起了基地的围墙 之后 我们决定进一步扩大视野范围 我们先派出小队去周围排查建筑 甚至是敌军营地 我们开始离开基地探索附近的沙漠 就在这时 先行小队告诉我们 他们在沙漠对面发现了一所巨大的建筑 听到这里 我们立马赶去他所说的建筑 但当我们到达大楼时 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一名SPAC的玩家由于没有防备 被这里的NPC守卫打死 看来这里可能并不只有我们队员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万事小心 回到SWAT团队 他们竟然还没有分配完物资 所以他们一边嘲笑其他玩家被NPC打死 一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后了多少 现在的SPAC SNES和SPAC团队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基地的建筑 回到大楼这边 我们确定没有危险之后 成功跟拿到附魔台的两名队员会议 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大楼还没被别人搜过 所以我们继续组队搜查这个建筑 我们一层层搜索 在这里找到了不少弹药 还找到了之前被NPC干掉的 SPAC团队队员的尸体 我们带走了他身上的物资已是尊敬 之后 我们继续搜查这个建筑 期间又遭遇了NPC守卫的攻击 SPAC团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基地的建设 之后他们也是一样派出一支小队去探索周围情况 他们的队员告诉他的团队 他死在一死大楼里 当然他所说的就是我所在的大楼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已经有敌人正在向我们靠近 所以我们还在尽可能多地搜集物资 成功到达楼顶 期间我们并没有因为NPC的攻击解决 在楼顶我们看到了MC的山川美景 我们并没有跳下去 而是老老实实走梯子下去 画面来到SWAT团队 他们终于分配完了物资 他们的队长Soccer独自出门探险 并发现一所巨大的建筑 似乎是一个工厂 靠近之后才发现 这地方并不是那么简单 这里有工厂 兵营和巨大的地下金库 这里布满了NPC士兵和守卫 随时准备杀死来这里试图偷资源的人 但是Soccer作为队长也不是盖子 凭借自己的枪法 很快清除了所有威胁 但是在这之后 却出现了意外 他朝里面的玩家开枪 那个玩家当场身亡 殊不知 他杀死的那个玩家是自己队员 现在Soccer在他的队员们 看来并不是一位沉稳的领导者 于是Soccer开始得自己镀金 防止被篡位 很明显他们并不在乎自己队员的死亡 之后他继续在这里搜刮物资 但这时候NPC守卫越来越多 他没有必要冒险了 于是他决定离开这里回到大部队 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搜集完物资回到地面 我们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了那 因为我们前脚刚走 Soccer的小队后脚就到达了这里 我们不仅避免了交锋 还带走了大量战利品 我们走之后 Soccer小队进入建筑搜查 但除了一具同伴的遗体 他们什么也没准 我们在大楼搜刮完物资之后 回到基地 这次侦查任务很是成功 我们不仅没有检员 还得到了大量物资 我和基地里的队员分享装备 而他们则帮我们 种植了大量的食物资源 回到世界的另一边 SWAT团队终于有了一些进展 他们在一座山上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可以居高临下 俯瞰周边地区 看起来他们真的很想 赢得这次的比赛 三只队伍的棋子 都插在各自基地的中央 别忘了规则了 第一个拿到三面棋子 或者团灭所有敌人的队伍 就是胜着 现在游戏正式开始 我所在的SPEC SNES 有信心拿下比赛的胜利 我们立马开始行动 先组成了一支15人小队 去探测敌人基地位置 剩下的人留在基地保复对齐 当我们离开基地 穿过沙漠的过程中 被一个沙漠中的 SPEC队员发现了 我们真不知道 这家伙具体在哪 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还在附近 我们变得非常紧张 于是我们决定 快速穿越沙漠 探索敌军位置 就在我们找到哨塔的时候 一个队员提醒我们发现敌人 现在STACK团队还剩28人 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 每失去一个队员 就代表离胜利更远一步 处理完之后 我们继续前进来到哨塔附近 这时候 我们离着STACK基地已经很近了 我们开始匍匐前进 靠近他们基地 上面有很多人站岗 想要进攻这里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隐蔽 基地的士兵报告了发现我们的消息 然后他们就准备离开基地 绕到我们后方一举见面我们 但是天真的我们 还以为自己没被发现 现在我们处境非常危险 我们全力向哨塔方向撤退 但就在这时STACK的突袭小队 也已经到达 我们现在被困在哨塔里 周围都是敌人 大战一触即发 一场激战过后 我们歼灭了 试图从侧翼攻击我们的敌人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一直在这 STACK一方 肯定会不断派遣士兵攻击我们 这里距离他们基地 只有不到一百格 这对我们非常不利 于是我们立即撤退 之后 我们成功回到基地 还为牺牲的队员举行了简短的葬礼 回到SWAT这边 他们虽然起步缓慢 但一直在试图努力赶上进度 最终他们经过不断挖掘和规划之后 成功步入阵 现在进入下一阶段 入侵阶段 系统会在每个团队的基地周围 投放大量NPC守卫 这意味着 只要有人想离开他们基地 必须先解决掉他们基地外面的NPC 对于SWAT团队来说 这是一场悲剧 由于没有见到过NPC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NPC的强大 一些队员离开基地试图拿下NPC 结果被NPC拿下来 SWAT团队现在仅剩24名队员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同时SWAT团队这边也遭受了NPC攻击 幸运的是SWAT团队处理迅速 仅仅牺牲了一名队员就清除了威胁 最后是我所在的SWAT团队 幸运的是 这是我们团队唯一的伤网 我们团队一名成员为了安全起见 绕到他们后方将NPC悉数歼灭 然后我们再次为牺牲的队员举行了葬戮 再次回到SWAT这边 由于伤亡惨重 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多少 于是他们立马着手修缮基地 搜刮物资 搞笑的是 他们也同样找到了我们之前去过的大坡 当然现在那里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之后 我们的一个队员 天使在外出放哨的时候路过那 被SWAT团队队员围追抵截 我们想去接一子 但是为时已晚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复仇 我们召集了一队士兵 没有任何犹豫 立即离开基地 向大楼进发 但是SWAT那边好像早就料到我们会来 早就在大楼周围做好了埋伏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看来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在一阵紧张激烈的枪战过后 我们几乎击杀了SWAT所有的埋伏的士兵 剩下的残兵在丛林里慌忙逃窜 最后还是有两个SWAT士兵逃走了 在我们回击地补状态的时候 系统开始播放广播 提醒整个服务器要开始投放空投补给 我们现在离基地很远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快速往空投位置赶去 幸运的是我们到达空投位置的时候 还没有别的团队过来 在空投里 我们得到了不少武器和食物 此时我们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 我们拿走空投之后 并没有急于回家 而是在这个地方埋伏 等别的队伍过来舔空投时 我们杀他的措手不及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 我们捉到了一名STAC团队的士兵 然后毫不犹豫将他击杀 在这之后 我们决定立即返回基地 因为这名士兵 肯定会跟总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那样的话 这里就非常危险了 果然STAC团队全员出动 但是他们竟然没有留人马去看守旗帜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所以当他们全力冲刺到达沙漠的时候 一名SWAT队员意外发现了无人看守的基地 现在完全可以在两分钟之内挖过去并偷走他们的旗帜 旗帜被拿走 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光顾STAC基地的人 不久之后 我和小队队员也来到了这里 我们很奇怪 光明正大来到城墙之前竟然没人射击防守 直到我们发现旗帜没有了 我们才知道 我们来晚了 但是这里一切安静 没有枪声 没有战争 但这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突然意识到 STAC全员出动肯定是对某一方动了杀心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 我们迅速赶路返回基地 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 这是我最后一次行动了 我们追上了STAC团队 但就当我准备用守雷给他们爽下时 意外发生了 不知怎么了 这颗守雷刚拉开引线就爆炸了 因为我的失误 还带走了四名队 说实话这真的是太愚蠢了 剩下三名队友情况也并不乐观 STAC团队听到爆炸声之后 迅速向我们这边赶来 他们看到尸体之后 断定我们的基地就在附近 事实也是如此 只要再翻过一座小山 就会到达我们的总部 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来找我们麻烦的队 SWAT团队随后也来到了这里 现在的SWAT拥有两面旗帜 只要再拿到我们SPEC SNES 对着他们就去了比赛的胜利 现在我所在的SPEC SNES 被两大势力包围了 SPEC团队开始缓慢推进 试图包围SPEC SNES的基地并拿走旗帜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旗子早就没了 在强攻没有结果后 他们开始改变策略 他们利用森林掩护 围绕基地旋转 试图找到基地的薄弱部位 当他们再次集结的时候 SPEC其中的一位汉匠一马当先 迈着自信的步伐直冲SPEC SNES基地大门 在击杀一名玩家之后 又完好无损地撤了出去 队友反应过来之后 想要击杀汉匠却又被无情反杀 这说明有时候自信也是一种武器 现在的SPEC SNES不敢懈怠 他们全神贯注的防御基地的每个方向 这时候我们的狙击高手就发挥了巨大作用 SPEC的强攻已失败告终 但是别忘了战场上还有另一支队友 一只猫在后方的SWAT看到了机会 趁着SPEC SNES应对SPEC的时候 SWAT的队长SOPKER站了出来 他悄悄来到SPEC SNES基地的墙体正下方 缓慢移动 他的目标是旗帜 现在SPEC SNES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防御STACK的攻击上面 无暇顾及自己的旗帜 现在SOPKER距离旗帜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能成功吗 只要是旗帜 它能成功吗 我们可以放在了 两个人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走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我可以放在这边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基地终于安静下来 就在SBATSNES队员认为他们成功抵御外敌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旗帜已经没有了 但已经太晚了 SWAT队长Sucker早就拿着旗帜飞奔回自己的基地 毫无疑问 SWAT团队取得了游戏的胜利